12月9日,陈一迅睽违9年后在登红馆开嗓 将计划从9日起一连举办22场演唱会 这次演唱会的主题是陈一迅 Fear and Dreams 香港演唱会 陈一迅友好人员 这场演唱会不仅妻女到场撑场 还有舒奇、冯德伦夫妇以及甘比母女等人现身支持长人气 当天舒奇身穿白色卫衣搭配紧身牛仔裤 还带了粉红色的口罩 可谓是少女感十足 而一旁的冯德伦则是一如既往的低调且帅气 面对镜头二人并没有露怯 甚至舒奇还将投靠在老公的肩膀上甚是甜蜜 即使是后面拍摄主角是徐浩颖母女 舒奇也还是会走出比叶的动作妥妥的社交达人了 话说舒奇夫妇的爱情可谓是平凡而伟大 二人有食余威食的恩爱又有历尽千番的恩义 彼此独立又可以分享各自眼中的世界 徐浩颖身穿红色衬衫现身细眉凤眼 举手头族之间散发出清新淡雅的气息 即使已经48岁坐在一旁身穿白色卫衣便是18岁的女儿康迪 已经承认得她留了长发完美遗传了妈妈的气质 而坐在他们后面的便是甘比母女了 此前徐浩颖曾在社交平台晒出几张路院做手术的图片 照片中她正躺在病床上吸氧 清晰看得出她面色苍白憔悴很是虚弱 如今现身老公的演唱会虽并未做出剧烈的运动 想必正在康复期吧 她自从嫁给陈一迅后便开始了买买买的生活模式 成了各种奢侈品店的常客 甚至经常出席时装发布会 妥妥的时尚达人 演唱会一开场 48岁的陈一迅便一口气唱出20多首歌 老歌新歌一起大串烧 令现场观众可谓试过足了歌影 在歌曲达到高潮的时候 舒奇冯德伦夫妇 徐浩颖比女儿康迪以及甘比母女都站起来 为其欢呼鼓掌 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以至中年的甘比打扮得先许低调 不过年仅13岁的大女儿 刘秀华打扮得则比较成熟 特显得贵气 这次演唱会为了带给歌迷更好的体验 在舞台背景区域搭建了宏馆 历史上最大的电子屏幕 长71米宽14.5米 根据现场照片便可看出 很是震撼 此外 这场为期22场的演唱会 还引来不少圈中朋友的关注 特意为其送来花篮为其庆祝祝幸 有刘德华 张学友 谢霆锋 像华强夫妇和成熔父子等人 足够气派有排场了 陈一迅因大环境影响 已经多年没开演唱会 损失一大笔收入 而她的老婆徐浩英花钱 如流水 有指其金库告急 想必22场演唱会 定能解决燃眉之极了